混蛋 你怎么开车的 这么长的距离你都能撞上来 十三 你怎么在这里 我不在这里 又怎么能看到你们这么亲密 你想多了 我们这是去见客户 堂堂一个身价几十亿的大少 整天不干工作 只给你介绍客户 他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 叶十三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只是提醒你 给我戴帽子之前 咱们先离婚 你 我说这么大的路 你怎么突然撞上来了 原来是吃醋了 你这么窝囊无囊 有什么资格吃弱雪的醋 东阳不好意思啊 这车我来出钱维修 一点小事 再说了 我要谁赔 也不会让弱雪你来赔 叶十三 你走吧 下次小心一点 你这样一撞 我得花费十几万来维修 也就是看弱雪给你求情 不然你就要卖身偿还了 每次都是抗女人平视 真是废物 谁让你们走了 十三 我都已经帮你把视频掉了 你还要怎样 不是好歹是不是 你撞了车不赔钱不道歉 拍拍屁股就走人 路是你家的吗 有完没完 你在胡搅蛮缠 我就不管你了 那你是道歉还是要赔钱 再说了 十几万你拿得出来吗 到最后还不是用弱雪的钱 赵大少 你有没有学过交规 转弯上执行 现在是你转弯 我执行 你挡了我的路 发生碰撞了 你要负全责 你必须赔偿我的一切损失 明明是你撞我们的车 还要我们负全责 你当我们脑子进水吗 十三你这样有意思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们是去见客户 你能不能不要吃醋了 如果你再不走 我就不管这件事了 让东阳跟你公事公办 我等的就是公事公办 我是件宝贵 没心思在这里跟你扯皮 看在弱雪的份上 你拿十万我自己善后 不然让你去修 没有二十万根本下不来 赵先生不好意思 这次事故你全责 你需要赔偿十三先生一切损失 我们全责 明明是他撞的我 你们有没有脑子 你是左转车辆 十三先生是执行车辆 你没及时避让和观察环境 发生事故必须负全责 你如果不服 可以行政负义 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你还真是有出息啊 怪不得弱雪看不上你 少废话 给钱 给钱就给钱 能让弱雪看到你的丑陋 这钱就当给你买药吃了 一万块 你打喝要饭的呢 不够 差不多就行了 你这摩托车撑死五千块 现在小月给你一万了 你还想怎样 摩托车确实不值钱 一千八百块左右 但是我的青花瓷值钱啊 它可是原青花瓷 全球仅存的八件之一 港城拍出价格八个亿 我刚刚要送去简单行换钱 结果被你们撞碎了 八个亿你们给一万 未免太欺负人了 什么八个亿 这八个亿我给你打个折 就收你一个亿怎么样 刷卡还是现金 十三 你这样为人是不对的 看在我的面子上 这件事就算了吧 面子 你什么面子 难道他向我索赔就天经地义 我向他要钱 就胡搅蛮缠吗 你刚才不是要公事公办吗 怎么现在又讲起人情 讲起面子了 他少姐不公 你就为他说好话 而我烧他欺负时 你在哪里 他奉我医馆抓我坐牢 他往死里找我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我会是什么下场 还是在你心里 我就是个吃软饭的 从来就比不上赵东阳 十三 你在说什么 我在说什么 你应该问问他 你叫人奉我医馆 他顺势让人往死里整我 如非我有贵人相助 我差一点就要牢底坐穿了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叶十三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是不是血口喷人 你心里有数 一个亿 明天中午前打到我的账户上 十三 你再为他求行 我再加一个亿 十三 三个亿 赵东阳记住 三个亿 明天到我账上 不然我将债务委托给四海商会 不过那时就不是三个亿了 而是实打实的八个亿 你想怎样都行 给他作证 跟我离婚 或者其他 我全配合 不是的 我没想动手打你 是我一时冲动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你为了几个客户 竟然这样庇护赵东阳 还为他来伤我一个耳光 看来我在你心里 真是连狗都不如 你知道我紧急就会失控的 我当然知道 只是我理解你 你却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你只会认为我无能 吃醋 冲动 十三 对不起 医馆的事 我没想过要害你 我只是担心你闹出事故 你没有错 全都是我的错 我现在才知道信任这东西 如果没有感情 真是没用 你去哪里 回我自己的家 对不起 对不起